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NinjaTV的频道,我是Kelvin 在过去一年大大小小我接触了不同的专业 导致这个频道整年没有更新过教学影片 首先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来到我这个NinjaTV的频道 首先在这里欢迎你 我这个频道最主要是教大家用Final Cut Pro 这个软件去剪片 我也会有些3C产品的开箱影片 稍后我会加一些我生活的Vlog、滑水的Vlog 在我这个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个频道 好了,言归正传,今天不是教大家剪片 今天是教大家剪片前期的准备功夫 和剪片后如何储存你的Library和影片 很多人学剪片通常学习 怎样加字幕、音效、特效 但很多时候 当你以为你学会了怎样剪片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剪了一半,突然之间就会这样 然后再剪一阵,然后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这些情况大家都应该有遇过 所以今集就是为大家解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而我今天教大家的东西 很多人都可能会懂 但大家应该没有做到 希望大家看完今集之后 真的好好记住我今天教你的东西 记住一定要去做 以后剪片会方便快捷很多 还有效率很多 我自己剪片通常我都会用SSD 我自己会用三个SSD 有时用两个 就根据我的项目有多大 很多人会问 Kelvin 为什么你还用SSD 现在大家都用NAS 其实我也用NAS 但是NAS就插在下面 就拿不到上来给你们看 而且我主要是会出现剪片比较多 即是一有时间我就会剪片 所以 MacBook Pro 和SSD 我永远都会跟着身 跟我出去剪片 大家可能会问 Kelvin 你用什么SSD 有没有什么牌子可以推介 或者有哪个好 有哪个不好 其实我自己用SSD 都用了很多个牌子 也有好又不好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哪个SSD 比较好 我个人比较推荐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拍一集影片 专门介绍SSD 给大家知道 好了不说那么多 我们开始今天的教学 打开Final Cut Pro 今集就教大家一个 正确的剪片步骤 由第一步做起 当大家学习了这个步骤之后 相信之后你们的剪片 亦都会顺畅很多 亦都方便很多 通常剪片 我开个Library 接着就开个Project 接着就放一些影片 就开始剪 这里已经是错了的第一步 我们记住 每一次 开始剪片之前 不要打开Final Cut Pro 在我影片开始的时候 我又告诉大家 我是用两至三个Hard Disk 去剪一条片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现在我插了两个Hard Disk 在我们剪片之前 为什么要有两个SSD 首先我要讲讲我这个1T的SSD 里面是放了什么呢 里面会有我剪片这么久以来 我用过的表情包 我用过的图片素材 每一个图片的分门别类 会有音效 音效里面又会再细分很多不同的音效 例如开心音效有一大堆 这些就是我平时剪了这么多年 草草埋卖的所有素材 以及我送给你们的素材 这是一只独立的Hard Disk 而另一只4TB的Hard Disk 而另一只4TB的Hard Disk 每次剪片之前 就算当你只有一只SSD 你先确保 首先看看你的SSD或HHD 可用的容量有多少 我现在显示这只4TB里面 还有1.72TB可以给你去剪片 我们在剪片 就会用这1.72TB去完成 你的素材就另外放在另一只Hard Disk里面 第一个步骤 看清楚你的SSD或HHD容量够不够 我们还没打开过Final Cut Pro 好了当我们查看了 我们有1.72TB 我们够了 什么叫够呢 Depends大家是剪1080 还是剪4K 还是剪8K 如果你剪越 HR 当然需要的容量就更加大 大家就自己 首先计算好这个位置 就可以免却了 中途你的Hard Disk 会爆了的问题 未入Final Cut Pro之前 我们在这个剪片的Hard Disk里面 首先打开 我们在里面 开一个新的Folder 例如我们今次剪 叫做蓝球 Basketball 好了 我们打了Basketball 然后打开这个Folder 我们今次剪这条片 无论你的音效 你的影片 你的图片 所有的东西 要放入这个Basketball 的Folder里面 好了 大家通常拍完片 就会拿一张SD卡出来 SD卡在这里 很多人会直接把SD卡插入电脑后 直接把SD卡 把片放入Final Cut Pro剪辑 因为Final Cut Pro直接读取你的资料 我就劝大家不要 你始终把所有影片的 sauce 分得太多地方 你就很容易会丢失 或者可能我剪了一半 要拿张卡出去再拍其他东西 然后一个不小心 就遮掩了之前的Folder 回来就剪不了了 所以第一件事 拍完片 将SD卡拿出来 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影片 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将它 copy 在我们这个Basketball 这个Folder里面 我们首先 将我们这个 影片放进去 好了 我们的影片就放进去这个Folder 叫做Basketball的Folder 我们正式进入Final Cut Pro 我们每次剪一条片 记住 独立开一个Library 我见很多人不用Hard Disc 或者只是用电脑里面的内存 我深信大家可能 正常一个用家可能 买到2TB 已经是很大的用量 亦都用到很多钱了 如果你用它的内存 我认为你剪1080的话 我认为你剪得复杂一点 你剪几条电脑已经用不了了 所以大家记得 剪片 一定要用外置的Hard Disc去剪 就 depends 大家 金钱有多少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 继续都会剪的 最好就是买SSD 因为它有防震 它有读取比较快 我们进入Final Couple 每一条片开一个Library 我们来到File New Library 我们开一个新的Library 我们首先要将我们的Library 留置在我们刚才的Scan Disc 就是这里 我们叫做 Basketball的Folder 好了 我们都和Library的名字 我们都叫它做Basketball 好了 我们save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Basketball的Folder里面 有我们Basketball的Library 亦都有我们拍了的影片 我们可以import 我们在我们Basketball里面有一个 Video Record 就是我们所有影片的Folder 我们就直接import selected 但是在我们import之前 因为我的影片是4K的 我就会把它变成一个Proxy Media 这个在我第一集 这个频道第一集 已经教我大家 这一样东西了 我就不多介绍了 我们首先create一个Proxy Media 让它的容量较小一点 好 我们import select 好了 它就已经走进来了 我们的Project可以改变什么呢 也是叫做Basketball 好了在我们Basketball的Project下面 我们有一个Video Record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Folder 里面的Video Record 所有你拍的影片 在inport的时候 转了Proxy Media 在我们这个Basketball的Folder里面 都会有一个Final Cut Proxy Media 它会将你原本的影片 变成一堆Proxy Media 方便去剪辑 它就只会save在你这个Basketball的Folder里面 我们怎样可以再方便去organize 所有东西 我们譬如剪片 剪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要上网 譬如我想找个 蓝球的图片 好了我们打Basketball 我们去到图片 我可能喜欢这个 大家记住 去Google 下载任何片 相片 音乐 看清楚没有版权才好用 不要乱乱下载 如果不是有什么效果 自己负责 譬如我现在想要这张照 我就save了这张照 然后我可能save在场面 平时大家可能剪片就是这样 OK 我找一张照 save 了 直接把这张照片拉到Final Cut Pro 当你剪剪坑的时候 之后再找回这张照片 你就不知道放在哪里 那就会很麻烦 记住以后多一个动作 下载任何东西都好 下载之后 我们首先找回它的位置 在桌面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把它copy 去到我们的剪片hard disk里面 Basketball Folder 在里面 可能我们再开一个新的folder 我们叫图片 Picture 我们进去 将图片放到Picture的folder里面 我们可以去到Final Cut Pro 我们亦都可以在我们的project里面 再import一次 去到我们Basketball Folder里面 多了一个叫Picture的folder 我们亦都可以就这样import 我们就会多了一个 Picture的folder folder里面 的这张照片就在里面 如果大家这样organize的时候 所有素材都不会不见了 好了 如果大家明白的时候 我就开一个我之前 一个job的project给大家看 在这个project里面 是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的 它有不同的素材 有不同的音效 有特别的音效 这个就是原本在我 素材的Hard Disk Kelvin Hard Disk里面的素材 例如我想要音效 我里面所有的音效 你都想全放进去Final Cut Pro 用的 直接把音效放进去 但我这么多年就太多音效了 我就会选 我要一些特别的音效 我就进入特别的音效 再放进Final Cut Pro 自己分门别例好 放在那个SSD 我这个马来西亚废后 的Folder 究竟是怎样的呢 让大家看看 我都是放在这个SSD里面 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Library 它会有两支镜头的影片 会有剪圆片里面 所有的Thumbnail 所有的预告片 亦都会有GoPro的影片 会有它的Proxy Media 会有Original Media 会有它的音轨 会有开场和原场的音轨 还有它的影片 分门别类 当然也有它的照片 有它另外的视频 我在网上下的视频 放在影片里面 大家 只要好好继续好 所有的素材 每次剪片 就会快很多 我们可以看看 下面的Timeline 这是我剪完的视频 大家可以拉开一点看看 大家看到有红色 又有绿色 又有橙色 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这些只是一些字幕 红色是字幕 绿色是Adjustment Layer 譬如我想放一个 Adjustment Layer 正常的时候 如果我放下去的时候 它是就这样一个 紫色 那我怎样可以 organize 好像Kelvin 图层就是 绿色 字幕就是红色 音轨就是蓝色 Sound effect 就是红色 Background Music 就是黄色 这样分 那我们的Adjustment Layer 正常放下去 或者你放一个 Title 它都是 紫色 那我怎样可以有颜色呢 我们点一点 Adjustment Layer 或者我们的 Basic Title Right Cake 那我们可以找 Assign Video Role Video Role 例如字幕 Adjustment Layer 这些就叫做Video Role 就是在影片上面的 Right Cake 我们去 Assign Video Role Edit Role 大家可以选 Video Role 这里加好 我们点下去 它颜色是没得给你选择 它只要是由紫色 一路排下去 那它下一个颜色是橙色 那你就可以打 例如图层 我们打 OK 好了 那我们原本是拉下来 就是紫色的 我们Right Cake 之后 我们可以Edit Video Role 我们按回图层 那它就变成橙色 大家就可以分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剪一些影片 好像我 那么复杂 需要知道哪些是 Background Music 哪些是影片的音频 哪些是生意 effect 这样去分门别类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知道自己有没有错 那大家就可以很暢快地剪自己的影片 亦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需要找的资料 无论你什么时候打开你的电脑 只要你找到一个Folder 你就可以继续剪辑过一条影片 不会遗失任何东西 那当我们剪完整条影片之后 好了 我们这个Library叫做马来西亚废效 我们去看看这个Library 的容量 它是由193.43GB 差不多200GB的Library 如果大家要剪完之后 Save 起来的话 我想你剪多几集 你什么HardDisk都应该会霸我 之前也教过大家的方法 当你剪好这条影片之后 如何去储存你这些Library 或者整个Folder Save 起来 下次整个Folder拿出来 你就可以整条影片 随时都可以Edit 在这个Folder里面 你的影片当然 不可以全部缩 但是你可以缩细你的Library 因为只是Library 都差不多200GB 那如何把193GB的Library缩细 首先 点一点这个Library 我们去File 去Delete Generated Library Files 点进去 大家会看到 它有选项给你的 我们首先要click Delete Render Files 我们要选All 所有Render了的File 我们都要Delete 大家可以选择 Delete所有Proxy Media 只要你下次再剪的时候 再把它变回Proxy一次 Size 就会最小 我首先 保留Proxy Media 我们只是Delete所有 Render了的Files 我们按OK 我们可以去Hard Disk 看看 它现在变到 它只剩16.04GB 差不多没了170多GB的容量 大家去Size 这个Folder 或者去Size 这个Library 就省了100多GB 你如果剪10集 就省了1TB 大家记住 剪完整条片 记住一定要把所有Render了的File 用这个方法把它变小了 才再找另一个Hard Disk 去Size 网上有很多教你走入Folder 如何去找些File 再Delete Delete Delete 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 Delete 完分分钟 你自己Original的片都Delete 所以记住这个方法最简单 去Organize 整个剪辑的流程 当大家去开始剪片 或者Carry on 都会去剪片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都像我那样 买两只SSD 将你的素材 放一只SSD 或者HXD 另外一只我建议 用SSD去剪 就确定自己永远有足够的位置 给你的片去Render 去做剪辑 今集就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一集 有任何问题不明白 或者我没说到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即时会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 简单 但是 非常之实用性的影片的话 记得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有兴趣的 就订阅我Ninja TV的频道 记得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我将会少用很多Facebook 之后 我会多数用我的IG 希望大家都follow我的IG 我之后有什么post 或者我有什么开箱 或者之后有什么生活片 会post的话 我就会在IG announce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